Plan with me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跟我一起周期化Plan with me的时间了 大家周末过得还开心吗 我们周末去了一趟outlet 买了一些东西 但是德国的outlet似乎 没有像美国的这么好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去过这么一家 所以还没有办法真的做出 很详细的比较 就是跟美国outlet的比较 不过有一点点小失望就是了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做的vlog 就是隔这么久之后的第一个vlog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我这个礼拜要做比较特别就是 我不用Daris的贴纸本 就是一开始先不用 然后到星期天的时候 再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贴纸可以补进去 我就用自己做的贴纸 还有可能在ohalo stationery 扣买的都有一些装饰性的贴纸 但是没有像Daris那么丰富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看 如果没有用Daris的贴纸本来做布置的话 效果会是怎么样 那一开始呢 那一开始呢 我把那个天气和温度的地方 也都已经写好 写在最上面 接着呢 我就来贴最下面底霸的地方 那底霸我之后会设计一些不一样的贴纸 来做布置 可是目前因为我还没有做出来 所以我还是先用 就是纸胶带 Washi Tape 这个呢 是我在outlet的一个战利品 就是它是一组 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就是 是个人账号的Instagram 应该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 两样小小的战利品 我想把这个蓝绿色的贴在最下面 黄色的贴在上面一层 我就先从最底下开始贴 最下面的纸胶带我贴好了 接着我就来贴这一卷 黄色的就是往上贴 黄色的一卷纸胶带我也贴好了 我就来贴侧蓝的地方 侧蓝我一样贴social media 那social media的那个贴纸 我终于把它印出来了 那这个礼拜我贴橘色的 有点黑黑我印的时候 可能墨水有点跑出来 没关系 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social media贴 它就是可以贴满 旁边有一点点缝隙 不至于就是贴到本子的外面 所以这是刚刚好 那我在oh hello stationery 购买的贴纸 它就是很窄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它非常非常的窄 然后旁边还会留两条大空隙 当然如果你是要用纸胶带来做布置这边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 如果跟我一样比较喜欢这样的一致性的话 我就觉得这种宽的会比较好用 接着我就来贴这个header标签格的地方 第一个呢我一样先贴to do 中间的部分我要贴today 接着我就贴最下面这边personal的地方 personal的地方 我跟前几个礼拜一样 我也只贴星期一到星期五 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我要贴周末横幅 weekend banner 接着呢我就用满格和半格式的贴纸来贴这边的 就是每一天的小格子 首先呢我想要用这个是我最新设计的那个满格贴纸 这个上面是很多杯子蛋糕 就是杯子蛋糕的主题这样子 那我之后会再做一个新发售new releases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然后到时候可能也会附上赠礼活动giveaway 就是请大家也stay tuned 拭目以待 那我就先来贴today的地方 我就用这个来做布置 就从星期一开始贴 这边呢还有一个满格的贴纸 这边呢还有一个满格的贴纸 我把它贴在这边 那上面我想要贴一个littles 这支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穿天主题的贴纸 这个是上一次的设计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到我的小店去看一下 把它贴在这边 我贴littles 就是如果有什么小小的事情呢 我就把它写在这边 接着呢我就来贴我预计要做的事情 和我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先贴这个 我知道我今天要录plan with me 然后之后几天我也有一些想法计划 所以我就都先把标签贴上去 今天预计会收到一个包裹 所以贴一个包裹的贴纸 今天呢我预计要写一些部落格的东西 所以我贴一个work 我贴这个蓝色的好了往上贴 星期三呢我也会做 星期三呢我也会弄一些部落格的东西 所以我也贴一个work 星期一到星期五呢都都去上课 所以我就贴一个这个校车的贴纸 接着我就来贴这个电话贴纸 因为今天预计要跟家人视讯 已经好几天没有跟家人视讯了 所以今天必须要贴一个电话贴纸 今天呢还预计要上传上礼拜的那个 周期化设计到Instagram 所以我今天拿一个这个贴纸贴在 拿绿色的好了 贴在这边 新的就是影片编辑上传的贴纸 我有重新调整然后又印出来 这次做的比较小张一点 就不会占这么大一个格子 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就很大 那这个就比较小 就是小很多 明天预计要编辑影片 然后星期三上传 或者是明天上传也可以 就贴一个这个贴纸 我来贴蓝色的 贴在这里 我今天也预计要编辑影片 编辑我上个礼拜录的vlog 那什么时候上传我还没有决定 所以我先贴上去到时候再看看 我把它贴在这下面这里 这三天都会录一些影片 那我星期四呢也需要编辑影片 那我贴一个橘色的 我把它贴在这里 接着呢就是贴to clean 因为我礼拜天就是昨天 我非常有原则的把家里稍微整理了一下 这个礼拜呢当然也要打扫一下 我把打扫呢放在星期六好了 to clean 我用蓝色的 接着呢我就来贴上面to do满格的地方 我一样用建层式的清单贴纸来贴 星期五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因为接近周末 所以我就用这个半格式的 有条纹的这个清单贴纸来贴 先贴一个 如果有比较多的事情的话 可以再补一个半格式的 接着呢我就来贴 稍微有一些些小小的装饰的贴纸 这样子 第一个我想要贴指甲油 因为我现在这个指甲油都已经掉掉了 所以我来 我今天如果把它卸掉 让指甲休息几天 我就信四的时候再上新的指甲油 贴在这里 这边打扫我也贴 这也是我自己设计的贴纸 来用这个扫把的 再来就是这个上传影片分享的贴纸 测栏最上面 Thank both thoughts 的地方呢 我就用Aaron Condren 他们自己出的这个贴纸本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里面有一些quote 我把它贴在上面 来贴这个好了 work hard play hard 我贴好了 然后接着我就用自己设计的这个杯子蛋糕的小贴纸 贴在旁边稍微做一点装饰这样子 因为它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拿一个白色的这个蛋糕 再来拿一个这个咖啡杯的 贴在这里 那最下面这边有一些空白 因为这边周末我想应该比较不会 要贴这种大格的贴纸 所以我就拿这个来装饰一下 我想要用这个茶壶 上面有老鼠茶壶的贴纸 贴在这这样子 然后再拿茶杯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茶杯 再拿一朵小花这样子 明天我想要设计新的贴纸 所以我就贴一个这个Craft Time 劳作时间的这个贴纸 做个提醒 接着呢我就来把我预计要做的事情都先填上去 我把预计要做的事情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填上去了 那这周的Plan With Me呢就到这边 就跟我一开始说的我没有用Darius的贴纸本来布置 即使我没有用它来布置 其实现在看起来都已经算是满的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 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要看这个礼拜不一样的效果的话呢 就再请大家下礼拜一去我的Instagram上面看这礼拜的完整做计划设计 那就先这样子咯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